大家有東西多了 你們知道昨天的死神完結篇千年血戰篇 終於發表要動畫化了 真的是不知道讓粉絲們等了多久 他死神早在2016年就完結 現在都2020年 動畫到2012年就停了 所以這個最終章 最後的結局終於要化成動畫 真的是感慨良多 真的是我覺得自己很老 雖然這個死神演到最後這個劇情 就有一點不盡人意 但是這個死神 死神並不是跟海賊王一樣 可以讓你討論劇情的漫畫 死神是讓你裝逼的漫畫 他的時尚品味在所有漫畫之中 也是頂尖的 因為死神就是對方使出這個很炫的能力 然後這個五方就 你說什麼 然後我方再被打一打 然後又解放 這就是我的解放的能力 然後對方就 什麼 就是這樣一直循環 所以他一直 普通的漫畫都漸漸變強 死神又這樣 然後我再這樣 這讓你可以覺得自己很炫 死神是很浪漫的一個漫畫 然後他的命名品味也是非常的炫 就是 跟其他的漫畫的必殺技 我一次講出來 你就知道死神羅炫 七龍諸日 龜派氣功到最新的什麼 自在即義功 然後海賊王魯夫用的是什麼 四檔蛇人 然後我以為是螺旋丸 然後死神用的是什麼 天鎖斬月 月牙天蟲 這個品味馬上就這個 齁 自從那個命名品味 真的太厲害 還有什麼 黑神天譴明王 斷鎧神衣 哇 聽起來就好炫 看起來更炫 還有我最喜歡的 金色疏殺地藏 真的是 超 你可以想像超大的 金色嬰兒 真的是超炫 我最喜歡 然後還有噴噴噴噴噴東西出來 還有各種各種很炫的 那個解放 各種招式 各種人民 各種的勇唱 真的是 真的是大家炫到爆炸 所以沒有看過死神的人 現在趕快去補一下 補到那個 空座廳決戰篇 動畫就好了 因為 但是這個死神 你可以不要去想他的劇情 只要想他有多炫就好了 我覺得很期待 那我現在來發表我最期待的千年血戰篇動畫場景 第一就是這個 總隊長的萬劫 因為總隊長號稱最強的死神 擁有最強最古老的斬破刀 他一直沒有使出全力 在千年血戰篇 終於使出了萬劫 叫做 殘火太刀 這個是很炫 還有 東西南北四個 四個什麼 四個形態 還有 火火十萬 一死大戰陣 那個場面 真的是 真的是 真的在動畫 真的能看到 真的是很爽 然後第二 是我最喜歡的聶簡力 對上這個 靈王的左手之間的戰鬥 聶簡力在這場千年血戰篇 真的是MVP 因為他可以針對對手的能力 在瞬間做出各種應付的方法 然後這 他又召喚出他的那個 金色疏殺地藏 另一個型態 魔胎服印正體 這 這 這也是很炫 真的是每個男人的夢想 就是能召喚出一個巨大的嬰兒來幫自己打怪 然後第三 就是那個 零番隊對上那個 優哈巴哈輕衛隊的戰鬥 這也是 各種裝逼 他拿出 那個一把刀說 我這把刀太鋒利 所以 連刀敲 連刀敲放在上面都會被 斬斷 所以他做不 刀敲都做不來 放在一個液體 讓那個刀浮在那邊 然後拿到 所以再講下去就是講不完 那我現在他沒有發表什麼時候會動畫畫 但是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 找到以前那個 雙B的感動 而且他的片頭曲一定也是超炫的 目前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再見 再見